来这看看摩托车 可能明天去这个光西瀑布 否则来一趟朗布拉帮 不去最重要的景点有点亏 12万 12万和人币是48块钱 不到50块钱一天 可能租的时间长点 会稍微便宜点 在这个泰国租过摩托车 因为泰国的摩托车 我租的是从朋友那儿租的 比较便宜 那个就不算了 如果要是从别人那里租的话 也是50块钱左右 如果要是长租的话 一个月1000人民币吧 大概和每天30块钱 从这个印尼那边租的是 每天40块钱 然后一个月是七八百块钱 大概是每天20来块钱 感觉这个老挝应该算是比较贵的吧 最便宜的是印尼 大家如果要是去印尼旅游的话 可以租辆摩托车 相对来说 这个泰国那边警察最多 印尼还好 几乎没有看到 老挝这边刚才我问了一下 也没什么警察 很多的这个外国人也在这边骑摩托车什么的 看看如果要是一切都这个没问题的话 明天骑摩托车去这个光西瀑布 那个地方离住了这里大概是20公里 还是挺远的 打车的话得花二三百块钱呢 看了一下摩托车 应该差不多吧 明天争取去一趟那个光西 晚上过来拿车也可以 现在没必要 比较早 现在也不去啊 据说那个光西瀑布早上看比较漂亮一些 现在去不去也不一定啊 现在只是一个想法 因为来到朗波拉邦不去光西瀑布 就感觉少了一半乐趣吧 可能 可能不到一半啊 应该就少有点小遗憾 如果能去的话还是去哪边看一看 这边有一个寺庙 一会过去看一看 应该在当地挺有名的啊 今天是来到朗波拉邦的地儿 但同时呢也是快离开这个老窝的倒数第二天啊 明天就要离开这里了 到时候呢是飞到越南 如果一切顺利的话 明天这个时候就要在这个机场等飞机了 因此呢今天尽可能的多转一转 明天早上的话 看看是不是能去一趟光西瀑布 这是我这两天的计划 感觉时间确实有点太紧了 真的是不希望这样 如果要是在这老窝能待上个十几天吧 甚至二十来天啊 感觉更好一些 骑个摩托车围着这个 就是周边地区啊都转一转 那个感觉会非常好 但是没办法 哎呀之前也把这个原因说了 就是因为这个泰国的原因 之前不想入境泰国 结果被迫吧 在泰国待了十来天啊 也不错啊 经历了这个宋干节 也算是一个小小的补偿吧 行现在看看寺庙 这个寺庙 然后进来不花钱 其实我倒是想去那个大皇宫那块看看 看看这个 神兽 里面有一尊大佛 里面不进去 在门口看看 这个老窝这边的神兽 看着挺有意思 跟泰国那边不太像 跟这个柬埔寨也不太像 柬埔寨也是一个佛教国家 还有这个缅甸 但是缅甸我没去过 现在不敢去 我坐大白塔啊 估计东南亚最后一站 应该就是缅甸了 但是现在什么时候去不确定 敢不敢去 现在是啊 很多的这个缅甸人 在泰国那边做生意 开清旅什么的 之前我住的那个就是缅甸人开的 因此呢 问了一问他们关于缅甸的情况 他们告诉我 现在局势非常不好那边 每天都有这个人员上网 他确实是那么告诉我了 具体是不是这种情况呢 说实话他也不确定 因为他已经很久没回缅甸了 他是能在泰国待着就在泰国待着 因此缅甸到时候是个什么样子 他也不太清 但是说不太安全 老挝挺好 老挝这个比较祥和 那边是加油站吧 加油站在那边 如果要坐摩托车的话 回来上那边加油去 也就 10块钱左右就能 骑个四五十公里肯定没问题 从这到那个瀑布是20公里 往返40公里了 因此这一道也不近 行在寺庙里看一看 这寺庙有500多年历史了 有一个介绍 看兴趣的话可以了解一下 这寺庙还是挺有名的 看这棵大树 绝对有年头 这个寺庙500多年了 估计这棵树也差不多吧 那边还有一棵树 看着就有年头 还有一尊菩萨像 这也有一尊 现在去其他地方转一转 那边浦西山 曾许今天傍晚时分吧 去这个浦西山上转一转 看一看 据说是两万吧 两万吉普 8块钱 前面好像是有一座桥 昨天傍晚出来的时候 就看到过 我想去那个桥那转一转 看一看 那座桥是连接着这个 主城区 还有一个就是旁边的那个区域吧 大概跨度有个 二三十米 应该那块景色挺漂亮的 这就是加油站 当地的这个 一万八这个不知道是柴油还是什么 还是汽油 就按照最上面那个算吧 两万八块钱 要说八块钱的油价 跟国内差不多吧 毕竟这个老挝也不是什么产油国家 因此这边 汽油还是挺贵的 现在是下午一点半 一天最热的时候 认为是在这个老挝的就算是倒数第二天吧 明天最后一天 下午三点的飞机 因此尽量的多转一转看一看 感觉这个老挝 还想再来 但是最好选一个 我们说呢 好一点的季节 现在是老挝的一个旅游淡季感觉 住宿倒是挺便宜的 又管吃又干什么的 才三四十块钱 万象那边可能还稍微贵一点 因此说现在来这边啊 躺平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我也看到很多的这个中国人来这边 就是选择躺平生活了 也不是说为了这个看什么景点 就是找个地儿一待 跟外国人聊聊天 很多的都是从这个云南过来的 就是云南人 有大旅的昆明的 还有这个周边的挺多的 这块区域倒挺漂亮 我不知道前面是不是那座桥 它这不标价格 之前我看到的那个 有卖的便宜的 一万八 一会儿背不着去那一万八的 那个地方尝一尝 一会儿正好往那边走 这边很多的这个青旅 大部分都在这躺平来了 很多都是说法语的 法国人挺多的这块 看看这个桥是在哪里 不是不是不是是在那儿 走到了一个估计私人领地 桥在那边 从这儿应该过不去 一会儿再往前走一点 去桥那儿 房挺好 现在去桥那边 这片区域就稍微偏一点 我住的那个区域一比 是外国人就稍微少一些 但是未来不好说 像这个中澳铁路也通了 感觉这绝对是一个 非常重要的事件 对于当地 因为这个铁路一通啊 很多事情就水到渠成了 要想赴先修路 现在这个老窝 包括泰国啊 泰国那个 就叫老泰铁路吧 从老窝的这个万象到 泰国曼谷 我现在也正在这个施工中 以后可能去这个泰国 直接坐个火车就能到了 到时候这个中国的西南部 可能这个房价又得涨上去了 因为现在这个昆明那边 我感觉房价就挺高的 好像得三万多吧 好一点的区域得三万多 这个价格能和这个沿海城市比了 行了前面就到这个桥那里了 不然过的话 在附近看看得了 应该景色挺不错的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啊 也没有人来人往的这个情况发生啊 到那看一看 应该是能走 旁边还有一个小道 这个大道 这个大道应该是 看看是通汽车的还是什么 这肯定 通汽车这 看看这边 这边 这边 小道啊 俩人还凑合 一错身就能过去 好 踩在这桥上 我又心里有点儿慌啊 也是这种铁板子啊 是那种挺薄的那种铁板 不知道下面是空的还是 啊 那体重大点儿 别再踩下去 多了个去 在这个万荣啊 走过很多的这个破桥啊 在那个桥上一点也不虚 不知道为什么 在这个铁架子桥这儿啊 越走越虚啊 哎呦我天 相信老吴 相信相信 哎呦 真的挺害怕的 现在啊 不会这质量那么差的 再怎么说 这也是 钢结构的 平时当地人应该也都用这座桥 哎呦我天 现在走到这个 河中央了 哎呀一会儿还得走回来 无所谓了 那边有做寺庙 一会儿走到前面看看 有什么卖吃的也行 在前面吃点东西也可以 然后还得走回去 从那边走回去一会儿 挺吓人啊这会儿 它这个结构就是铁板啊 而且它这个铁板厚度并不是很厚 我180斤啊 就感觉踩在这个铁板上一下就下去一块 可能没有说的那么夸张啊 但是 心里真的是啊 没底 哎呦我天 它这个 板子与板子之间就是 是有这个 一个承接力量的位置 这边正修着了 这块也算是一个城区的位置 很多的这个老博人吃饭了 估计这块应该稍微便宜一些 这块没什么游客 吃的什么呢 不想吃面啊 就想吃点米饭什么的 这边确实相对来说 更空旷一些啊 当地人住的比较多 能一会转一圈 再回去 溜了一圈啊 买了点吃的 这个 感觉还挺沉啊 花了 30 就是3万老挝币 因为这儿 零太多了嘛 因此当地人有时候就说这个 把这个三个零啊 免去啊 因此就说三十 他们也能听明白 三十用这个 老挝话 怎么说我还真不知道 我说的泰语 知道几个泰语单词啊 三信 这个跟中文特别像啊 这个也比较好记啊 就是三十 三就是三 信就是十 因此跟他们说 我想花三十 这个老挝币啊 他们 就明白了 现在还得从这桥上过去 特别沉啊 这个特别沉啊 我 这个铁板越走我心里越惊 再说这个饭啊 大概能够吃两顿吧 菜挺多的啊 饭也特别多啊 感觉点起来得有 说实话三斤啊 感觉得有 饭特别多 十二块钱 就是当地人的这个 火石标准 一会儿回去尝一尝 他们那个地方 不能吃饭 因此我怎么 拿回去吃啊 平时应该是在那个区域 经常呆着 现在又走到这桥这儿 现在心里又开始发虚了 哎呀快走到那桥墩子那儿 好歹心里还安稳一点 就走它这铁板啊 真的挺害怕的 因为它这铁板就是一层板子啊 下面什么也没有 走一步沉一步 中心里到桥墩子这儿 行 这儿好歹放心多了啊 其实没有多危险啊 只不过就是心理作用 站在河中间看一看 这边有很多别墅 景色其实挺不错的 只不过就是 相对来说吧 这个雾气有点大 看的不是说特别清楚 远处看的不是很轻 如果要是没有这雾气的话 这块景色还真是不错 这河水也挺干净的 那边有很多小孩游泳 看一会我是不是也上那儿游泳去啊 感受一下这边的水温 挺美的这区域啊 不错不错 冷不拉帮值得一来 行 一会我再接着一步一个脚印走过去 现在要离开这个桥墩了 离开桥墩心里就 又紧张起来了 必须得踩它这个远接处 不错这个铁板质量可以 感觉像国内出的 在国内经常能看到这种铁板子 太胖的人不要来这儿啊 这个挺危险的 这个桥看着就悬啊 更不要说这个铁板子 反而在那个万荣那边走 它那个破桥啊 心里一点伤害都没有 行快到头了 再看一看 看一看 这个焊接的位置 感觉挺薄弱的 只要有一块区域啊 这个 没焊接好 这人就 踩下去了估计 去吃点饭 虽然环境其实挺好的 怪不得很多的这个 国外游客来这边呢 而且这边还有机场 也有这个高铁站 估计以后来这边的中国人 会越来越多 到时也许这个房租啊 各方面的都得上涨 因此大家可以趁着便宜快来啊 以后背不住 这里就成了这个 相当有名的旅游胜地了 现在已经是非常有名了 只不过就是相对来说 游客还是少一些 说的再多 百文不如一线 大家有机会来这看一看 我现在先回去吃点东西 然后 之后可能去河边游泳什么的 傍晚去那个苦西山 行 这就是今天下午的计划